In the night, you wake me up when the sun goes down Feelings right, you wake me up when the sun goes down Sleepless nights, you wake me up when the sun goes down Hello,大家好,我是Messie 很开心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这个视频是要跟大家做一个get ready with me 以及对一个品牌的彩妆品的测试 就是前两天我收到一个PR的包裹 有这么一小包都是彩妆品 牌子就是这个Balt Geographic 我不知道我读的对不对 宣传册的里面就详细的介绍了 他们家的彩妆产品有哪一些 还有一些刷具之类的化妆工具 然后这个产品当时找我的时候 我也不是特别了解嘛 就去google一下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是美国制造的 Made in USA 然后它是完全不含有防腐剂的 成分各方面都是很天然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就很感兴趣 我吃了一颗润红糖 因为我的嗓子说话就是特别雅 最近就是嗓子一直不太好 希望大家可以见谅 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就把这些彩妆衣先拿出来摆在桌子上 再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里面还附赠了一个小镜子 就这样随身带的 可以装在包包里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薄 而且很轻是纸质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可以贴在手机后面的卡包 这是它送的 这个是你下每一单它都会送你的 不光是送给我的 然后我这次要的产品是一个primer 然后一个粉底液 一个腮红 还有一个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根唇釉 眼线笔 还有一个是这是什么 glitter pigment 就是那种比较显色的眼影膏 还有一个就是眉粉 基本上用这些东西就可以化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妆容 我现在脸上也是擦好了保养品跟防晒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上妆了 我们一根发带 然后今天我用的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兔子类型的 这个是我之前回国的时候在淘宝上买的 大家看一下 咦 我的兔耳朵 你快竖起来 然后那我们就开始上妆了 第一步就是先用这个primer 它是一个clear foundation primer 就是那种完全无色的 它官网上有很多可以选择的颜色 有绿色紫色 修饰泛红 修饰皮肤发黄之类的 我就选了一个他们家最经典的这个透明色的 让我们来试一下 这样一个挤压泵头 这个隔离上脸就是摸上去滑滑的 它也是完全不含有防腐剂的 它应该是有一点点修饰毛孔的作用 但是我自己毛孔太大了吧 看不出来特别好的那种修饰效果来 摸在脸上就滑滑的 这个发带实在是太勒头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头太大的原因 我还打算还是换回这个吧 这个要舒服很多 还是用这个吧 然后说一下这个primer 我第一次用的感受吧 就是刚刚上脸的时候 它有一些滑 现在感觉就是被皮肤好像吸收了 有一种保湿的感觉 没有非常的干 稍微有一点点黏 它跟那种含硅的primer不一样 就没有那么那么滑的感觉 我没有仔细看它的成分表了 如果它含硅的话 我后期会打在屏幕上 总体来说它是给皮肤有一个保湿 然后有一点点平滑肌肤的效果 接着我们就来用一下这个 Natural Finish Foundation 我记得我当时选这个粉底液的时候 看到它官网上介绍这个遮瑕度 应该是中偏上的那种遮瑕度 比较适合瑕疵机 我这次没有用那个遮瑕膏 因为就想看一下它的遮瑕效果怎么样 它底上写的是一个oil free 我觉得就是混油皮和油皮用起来 比较安心嘛 这种oil free 这个粉底液后面介绍的 它是含有维生素C跟维生素E的 那我们现在就试一下 它不需要油 然后我选的色号是100号 好像是比较适合我这种黄二白的吧 就先挤这些吧 那我就准备一颗这个美妆蛋 然后一把刷子 就是左脸这边用美妆蛋 用脸用刷子 去把这个美妆蛋打湿一下 其实我化妆的时候不太能跟人聊天 因为我害怕我聊聊就画错了 那我们先用美妆蛋 把这个粉底液上在左脸上 我感觉它的遮瑕力应该是很普通的那种 不是特别高的遮瑕力 轻轻地用海绵蛋这样压上去 这个是上完的粉底液的效果 然后这边是没有上的 遮瑕力非常非常的自然 非常非常的清透的那种 就如果你脸上瑕疵特别多的话 就像我鼻子上这些地方 有这种痘印或者坑的话 我觉得是遮不住的 这个粉底液一点都不干 我感觉干皮应该会更喜欢这个粉底液吧 油皮跟混油皮应该不会特别喜欢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清透 遮盖毛孔的效果就很一般 不知道大家在镜头里能不能看清楚 就遮盖力真的很一般 我没有觉得它的遮瑕力很好 那我们这边再用刷子试一下 这边是用刷子上的 可以看到这粉底液它不是那种雾面雅光的效果 是很有光泽的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干皮的粉底液 它跟我自己的皮肤感觉差距不是很大 不是很白 就这个颜色我选的还是对的 在手上的遮盖力也是这种非常非常的轻微 很轻薄 上完粉底液效果大概就这样 因为我鼻头这个地方还是有这个痘印在的 所以我还是用一下这个ipsa的直辖膏遮也行 好 基本上底妆就是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就完全不是雾面雅光的 就是那种有一点点水光感的感觉 再给大家看一下 它挤在我手上虽然是这种膏体 但是你一旦推开之后就发现 它是一款很水很水的那种粉底液 就不厚重很轻薄的那种感觉 冬天应该会非常喜欢这款粉底液 因为它就有一定的保湿效果 好 用这个天使蜜粉来定一下状 弄蜜粉的时候你不要弄太多 就不要这样蹭的妆感太重 就这样轻轻的压两下就可以了 压完蜜粉之后 它又变成了一个雾面的那种妆效 我自己还是更喜欢这种感觉的妆效 因为我皮肤会出油嘛 所以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很水光的感觉 好 那我们来画眉毛 今天用到的是它这样一个三色的眉粉 包装的质感就是有点像开架的那种产品的感觉 里面就这样三个颜色 希望颜色不会太重吧 这样 先拿一个这样的眉刷来整理一下你眉毛的形状 给它梳一下就是后期画眉毛会比较好画 然后拿一个这种斜角的眉笔刷 我画眉毛的习惯就是先画眉头 蘸取这个颜色 就是画眉头非常非常的自然 对比一下跟右边的这个眉毛 真的超级自然 这个颜色好好看啊 我画眉毛 眉刷再刷一下 让它看得更自然一些 然后拿另外一支 也是这种斜角的眉刷来画眉尾 蘸这个最深的颜色 这个眉粉就是非常非常的好上色 眉毛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它还是挺自然挺好看的 然后我现在把右边眉毛也补起来 这个眉粉画出来的眉毛 真的是比眉笔要自然很多 我自己还是挺满意的 它这个颜色 我刚才在手上试了一下 不是一个打亮色 是一个发这种灰色调的 大家能看清楚吗 用来再修饰一下眉头 就假如你觉得眉头画得太重的话 它它眉毛就画好了 好那我们来画眼影 眼影就先用这个眼影打底膏 哇你看这个粉底液 我感觉它应该是会脱妆的那种 因为它在这个眼皮里的肌线 已经很严重了 这个东西是一个glitter pigment 就是比较闪的那种闪片 这个应该就是会放在最后一步来用 颜色是一个这种 有一点点发红铜色的 给大家试一下 哇好软 哇看它这个延展度 还是挺不错的 特别有大牌的那种质感 包装就是特别像欧莱雅之前的那个眼影膏 里面有一个这小盖子 如果你觉得它有点松或者是不小心碰坏它的话 可以这样压一下 决定今天还是用一下这个日落盘吧 好久好久没用它了 所以今天想拿出来用一下它 要不它这么贵我买了这种没怎么用就觉得太浪费钱了 就对不起自己的钱包 用这个最边边的这个粉色做一个眼窝的晕染色 大家最近天气好了 天气好了有没有多出门走走呀 然后天气好了大家都在干嘛呀 我就是很好奇 我之前回国就是把脚味给扭伤了 然后膝盖也摔伤了 前两天去跑步的时候 好疼啊 就是很郁闷 再选一下中间这个颜色 千万不要占的特别特别多 因为这个日落盘它的显色度实在是太吓人了 真的 因为我拿下看Denora 眼泳盘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显色度太惊人了 把头稍微少一点的刷子 同样占去中间那个颜色 不要占太多不要占太多 然后下眼皮三分之一的地方也来一点 拿一把大的晕染刷 轻轻的晕染一下 然后拿一把这种头小一点的刷子 占取一下这个颜色 不好意思这个镜子有一点点当 刚才没有注意到这不好意思 把这个刚才占的深颜色 刷在眼尾的后三分之一处 就让它有一个加深眼窝的效果 显色度实在是太惊人了 这个如果晕染不好的话 真的就是像美猴王一样 然后拿一把晕染刷 我一般晕染的就比较狠 因为我不想看上去整个人特别的突兀 然后再拿一个这种小小的扁头刷 同样占取刚才那个稍微深一点的颜色 占一点点 需要一点点 在下眼皮后眼尾三分之一的地方 就有一个呼应就好了 然后让我们来用一下这个眼影膏 把它涂在眼皮中央的地方 然后往眼前就是眼头带一下 每次就是少占一点 你可以重复 千万不要就占特别多 你就不好再去操作了 给大家看一下对比 这种颜色真的好美呀 喜欢 再预染一下 在视频里看的这个橘色特别的浓 好了 眼影就画完了 那我们现在来画眼线 液体的眼线笔 看一下怎么样 长这样 包装很简洁 这边有它的牌子 先给大家在手背上试一下 好细呀 看 看它的笔头是这种没有很软的 是那种海绵头 我来试一下这个眼线笔 非常非常的流畅 看完就这个样子 总体来说这个眼线笔还是挺好用的 因为它特别的流畅 我把右边也补上 不过目前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晕染 能说现在用起来还是挺顺手 挺好用的 这个眼线笔的优点就是很流畅 非常好画 我觉得同时这也是一个缺点 我不太推荐给新手 因为就是太流畅 太好画 就是它下水下的特别的快 所以眼线不熟练的话 就容易一下子给画残了 后期就不太好修补 所以我今天还是要用一个假睫毛 还是我上一个get ready with me 视频里面有提到的 绒沙子的二号 很日常 不会很夸张的一个假睫毛 我自己还挺喜欢的 今天这个相机对焦是怎么回事啊 好了 睫毛的部分就画好了 我觉得这个睫毛还是挺日常的 对吧 画一个鼻影 还是用这个Mac的Omega吧 我的鼻子现在已经开始出油了 这个粉底液是应该完全没有控油的效果 你们也画好了 那我们来上一个修容 这次换一个修容产品 用这个shadowtribery他们家的这个双拼盘 这个shadowtribery它里面修容色 我觉得有一点点稍微偏红 不是特别适合亚洲人吧 但是它不是特别显色 所以也还好 我也不是一个很会化妆的人 但是就想给大家试一下这些产品 好啦 修容就完成了 我感觉修容在我脸上没有特别特别大的效果 因为我本来脸型就比较瘦长 所以我用修容产品的时候 就是很适量的在用 然后再来用一下他们家的这个腮红 我选的腮红的色号是6514flirt 是有一点点偏梅紫色的 现在手上给大家试个色 哇 它的粉好稀油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就这个 拿一把腮红刷 我最近刷腮红就特别喜欢刷在眼下这个地方 这就感觉刷完这个地方就显得很少女 显得人就年轻一点吧 这个颜色很显白 我非常喜欢 喜欢 然后我们再来扫个高光 同样是用Shadow Chabry 那个双冰盘里面的这个 因为我毛孔比较大 所以我就取非常非常少的粉 扫一下 眉骨的位置也扫一下 好了 最后一步就是这个唇釉 哇 这个包装还挺有质感的 是这种磨砂罐的 我选的颜色是603Bittersweet 先给大家在手背上试个色 有一点点偏那种粉橘色的吗 上嘴试一下 基本上就是这个颜色 感觉跟这个眼影还是挺搭的 好 把头发弄一下 我怎么感觉这个唇釉的颜色 跟之前Dior出的那个唇釉好像 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就是Dior的这一根什么527 我怎么感觉那么像啊 哇 我觉得它们两个真的好像 这个其实是它干掉之后 刚涂出来的时候跟Dior的这个527 真的是太像太像了 等527干了之后再给大家仔细看一下 现在上嘴的感觉就是一点都不黏 也不会留什么吻痕 就是感觉跟Huda Beauty 和凯文D的Lolita 2特别特别的像 应该属于也是不沾杯的那种 让我喝一口这个试一下 看 完全没有沾杯 它的持装度应该非常好 从包装到它的内置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它们俩干的差不多了 527这个稍微要红一点点 这个更土橘一点点 这个是刚才我画眼线用那个眼线笔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完全搓不掉 它的持装度应该是也不错的 我觉得这个唇膏虽然是那种哑光雾面的那种装 小颜色也稍微有一点点偏秋冬 但真是因人而异吧 我是这样 如果我觉得它好看 我今天就是想擦它 我不会管它是不是秋冬或者怎么样 你开心就好 我对今天这个妆容总体还是非常满意的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这样一个简单快速的日常妆容 那这个品牌所有的彩妆 我基本上就已经上连给大家试完了 我没有想到作为妖妆店 这样一个是很平价的品牌 它出来的这个妆效非常非常的好 如果非要让我pick一个 我不是特别喜欢的东西 那应该就是这个粉底液 因为我自身本来就是混油皮 夏天脸上又很容易很容易出油 所以我自己非常排斥那种粉底液 上在脸上就水嘟嘟亮晶晶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干皮应该会更喜欢 但是对于混油皮和油皮来说 这个不是特别特别的合适 但是目前来说 我不知道它的持妆度怎么样 正好我今天有一个朋友要来 我们今天晚上要去吃烤肉 所以我会顺便测试一下 它的持妆度如何 眉粉跟腮红粉质都非常非常的细 腮红这个颜色真的超级喜欢 很显白很少女的一个颜色 然后这个眉粉就是画在眉毛上 真的超级自然 比眉笔画出来的效果要好 眼影膏就是它的延展度 着色度也是出乎了我的意料 总体来说这个品牌非常让我震惊 再一个就是对于它的成分 我也非常非常放心 它完全不含防腐剂 它的用料都是很天然的一些东西 在这些基础上它的着色度显色度 妆感还这么好 就是非常让我满意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对这个彩妆品感兴趣的小伙伴 欢迎去他们的官网挑挑自己喜欢的东西 他们还有一些护肤品 这次我没有尝试 如果有机会我也会回购他们的护肤品 去试一下怎么样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的第一印象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希望大家喜欢这支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的视频点一个赞 如果你还没有subscribe我channel的话 记得去点红色的按钮 去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instagram还有微博 我会时不时的更新我的生活 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也非常珍惜这个平台 很希望借这个平台 能认识更多的朋友 那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bye